第1个Page我们有清除 然后按下它,它全部放在第1个Page OK,就是刚刚的,先录制聚集修改第几个Page 然后下载到哪个位置 然后再做什么删除列 再做资料剖析 然后就篮宽自动调整 这个云段上都有 清除的话是Sales.clearContents OK,应该也有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删除先删一下 再来就P次新增 P次新增的话就forI等于1到16 然后Shits.add add到哪里 AfterShit.com就最后 一直add,然后名称.name改成i 然后再把中间那个下载的那一段 Vis到Vis贴到那边 修改那个i就可以了 第几个Page 那这样按下去就全部都下载下来了 OK,其实还蛮方便的 按下去看一下 第一个Page4,第二个Page第三个Page 那里面当然如果你要在资料剖析 就call资料剖析 因为我是没有call啦 你要call资料剖析 在call... 在colors.autofits加这两个 它就会帮你剖析完 也自动调整一下 应该还记得啦,刚刚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把旧的删掉 启动表单这个,刚刚讲的 它的原理就是 我把它home.show 的时候呢 它会触发它有一个叫 它点show它会触发一个activate 启动的事件 那我就把程式写在那边 我就把PB先规零 然后呢做什么呢 forI等于1到16 然后一样是做那个新增 P是新增工作表 一个1234 然后呢 只要下载新增之后的话 那我就顺便更新那个状态条 更新一点、更新一点、更新一点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大概这个 这个完成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啦 那不过后面还有一些练习 就是說其實我還蠻希望就是統計出 到底這一些號碼裡面 哪一些這些號碼裡面的哪一個號碼 出現的機率最高就一到四六 所以其實你一到四九 所以這部分的話你可以 把之前的那個練習可以把它延續做完 我想大概就這樣子啦 那至於其他的話 你可以除了大樂透之外 你可以去下載威力財啦 其他的東西 OK那把畫面呢還給各位 請各位試著做做看 來 翻譯我的東西 其實這個跟各位討論就是說 補充一下就是最後其實錄製聚集之後 其實像這個Wiz到Wiz 其實就是他幫我們產生的程式 那你會發現這一段非常冗長 不過實際上這些有蠻多地方都可以刪掉的 像從那個什麼呢 這個之前這一行我們是把它註解掉的 Name其實可以拿掉 也就是說呢從這邊 comment type一直到最後Wiz的上面 其實呢只要保留三行就可以了 其他都可以刪掉 為什麼因為其他都預設值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呢你只要保留哪三行 就是要不是他說你的那個Web Formatting 就是你的那個什麼啦 你的格式 格式呢 我不需要格式的話 你可以什麼 他這個地方可以沒有格式啦 如果你這樣沒有的話 他會幫你把那個網路上的格式順便帶下來 所以這一行有沒有關係到什麼 你需不需要網路上面的格式 如果你不需要這一行要保留 但如果你這一行沒有 他就會把網路上 比如說本來顏色啦 格式 字的大小 字型等等 會幫你把它帶到那個Excel裡面 OK 所以基本上呢 需要的只有哪一行呢 其實上面這一行這些都可以刪掉 也就是我先把這邊先註解掉了 上面這些都不需要 這邊也不需要 只需要什麼呢 只需要三行就是這三行 第一行是什麼呢 Web Formatting 第二行是Web Table 那我前面講過啦 其實他這個功能主要是幫你找網頁裡面的表格 第幾個表格 所以這個要告訴他 這個如果沒告訴他 他找不到嘛 那以後如果你要修改 甚至你也不用重錄了 反正你就把 錄過一次 那你只要去找到那個網頁裡面的 第幾個表格告訴他 他也會幫你找出來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要把那個網頁裡面 所有的表格通通下載下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這邊可以跑個回圈嘛 他可以幫你把第一個到最後一個表格 通通都下載到Excel 可不可以 可以啊 OK 所以其實這個改法還蠻多的 只是說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 你錄下來的聚集是什麼 要怎麼修改而已啦 所以其實蠻多地方如果你要動一點東西 哇那個效果完全是不一樣的 只是說我發現喔 這真的有這樣做蠻少的 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點refresh 這一行一定要保留 意思是說就幫你把網路上面的資料 全部下載下來 就靠這一行 所以其實只需要這三行 其他的都可以刪掉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把這其他的刪掉的話 你會發現喔 簡直感覺喔 城市就會馬上清爽許多 清清爽爽有沒有 所以喔 以後如果你將來希望喔 可以從網路上撈資料的話 其實只要保留這些這些拿來改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需要耶 可以改出很多花樣喔 只不過你有很多網頁 你就跑個回圈 那幾個網頁全部都download下來了 另外如果你要放在一起的話 只需要什麼 Distination這邊喔 稍微做個修改 就是往下追蹤而已啦 其他大概 就不會有太多的東西 需要做變化 那這個是下載網頁的第一階段 也就是說如果他那個資料 就是放在那邊讓你抓 他沒有保護的話 那你就可以任意的抓 所以盡量去練習 但是我跟各位先講一下 有些資料呢 他就是硬是要保護 他就是不讓你抓 所以有些網頁上面的資料 如果你用這個方式 會抓不下來 那如果用這個方式 不能抓的話 可能你就要考慮 用別的方式來抓了 那如果別的方式的話 難度相對的 又會比較高一些些啦 那當然呢 網路上沒有抓不下來的資料 只有你不會寫的程式啦 所以如果你會寫的程式 然後呢 你就把它修羅改改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我上課的東西都這樣啦 反正呢 只要你就把我網路上的程式 拿來當範本啦 至少了解裡面在做什麼 然後修改一下 我想應該至少能夠 改出你要的效果 也不是太難的事情 那所以學習程式 大部分都還是從那個什麼 修改別人的範本開始啦 所以這些都還蠻不錯的範本 以後你們可以如法炮製稍微修改一下 應該可以改出另外一個結果出來 那這個單元也許 數學函數部分就先到這邊 那待會的話 可能剩下的時間不多 不過我們還是開個頭 就是請各位再去開啟那個 第五個單元 就是檢視與參照 那我們先大概講一下吧 檢視與參照 函數裡面有哪一些 比較重要的 像View函數大家應該都很熟 可是除了View函數之外 還有其他的 像蠻常用到像Index函數 有沒有 會配合像Match函數 或者是什麼Indirect函數 Obset函數等等的 那這些函數呢 主要的目的是說 它可以針對你要查的資料可以幫你查出來 那也就是 View函數沒辦法做到的 其實你可能就要想辦法用別的方法 幫你把資料給找出來 有點像把Excel拿來當資料庫使用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部分先做個結尾 結果結束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檢視與參照部分 講師請多個結尾 請多個結尾 提供 是 有聲音 對 您可以做設計 每次的一些 特別討論 是